作詞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支是中等身材 它是很時常用的 為何會開始有音差呢 就是有一個音樂家 他就是吞琴的 琴要調音 他發明了 用音叉呢? 因為他固定了這個長度 他一定就是這個音頻 他不會變的 很穩定的 所以他就用這個定了做一個音 去調琴的音 這個就是大家經常彈琴都一定會知道 Mid to see 我們在鍵盤中 中間有一個C的音 它就是256Hz 現在我們示範一下 這個Middle C 256Hz的聲音大約是怎樣的 大家的感覺是怎樣的 應該就沒有那麼刺耳 這個是很平實的 其實他又有幾個朋友 跟剛才天使音叉一樣 天使就是三隻小天使 這個呢 它是C 如果學過音樂的人 可能是不是小學都會有講的呢? 就算沒有學琴 有C、D、E、F、G、A、B、C 是Dore Mi Fa So La Ti Do 我不是音樂老師 我們怎樣去應用這套音差呢? 它就是有八支 如果拿最低音和最高音 一個就是256Hz 一個是512Hz 兩個都是有一個C字的 因為它兩個都是C音 就是剛才說過有八支 所以Dore Mi Fa So La Ti Do 這個就是高音的C 你看到它的長度會有不同 這個是Middle C 這個是高音的C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一堆音差呢? 是不是就是用來吞琴呢? 其實就不是 我們會應用它在我們身體的層面 是可以調節我們的身體的 我們的身體 其實我們中國的武功經常說 打通這個任督耳脈 其實任督耳脈就在我們的脊柱的上面和下面 我們一起運行得好 我們身體就會健康 所以我們就會想用這個音差 來調整我們的頻率 令到那些血氣可以腸通 那麼多支 又說任督耳脈 怎麼用呢? 其實長的 我們已經說過是低音的 低音就對應一個下面的 我們叫做脈輪 低音 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 上到去高一點 我們就會用高一點的音差 稍後我們會示範 怎樣去做那個療程 作用就是這樣 人其實和樂器都一樣 我們久不久呢? 有時候會走陰 我們就想調整 就可以播出一個很悅異的樂章出來 因為我們在天哪 裡面要來做太 occur 但是我們希望民意到 我本ścieペires 如果你們存在 啦 komm、我們做一個減量 我們接下來 感谢观看